唐朝亡于安史之乱,这场获释结束后,天下虽然趋于安定,可河北地区却出现了三大割据势力,这三大割据势力称之为和硕三镇。 唐朝统治者为了解决这个心腹之患,可谓是倾尽天下之力,然而,自安史之乱至唐朝覆灭,统治者们都没能铲除这三大割据势力。 其中,最强大的藩镇莫过于魏伯,他拥有一支彪悍的衙兵军队,任唐朝军队如何进攻都始终如一道铜墙铁壁。 朱温登基后,却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剿灭了这支衙兵,彻底掌控了和硕三镇的势力。 为何唐朝一百年都解决不了的藩镇势力,朱温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清理干净呢? 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和硕三镇包括了范阳、成德、魏伯三个地方藩镇。 其权力中心大多在河北境内,虽然版图不大,却占据着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。 安史之乱后,河北地区纳税额度占据了朝廷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,当时的和硕三镇,成德有兵马五万,魏伯更是有十万之多。 战事结束后,唐朝内部已然千疮百孔,统治者也不想牵连过广,于是干脆赦免了安史之乱的叛将。 当时,李怀仙、李宝辰、田成寺分别为幽州、成德、魏伯节度使、手握重权,其中,以田成寺最为强大。 田成寺在番地实行严格的统治制度,命令所有老弱病残全部参与农耕之作,而年富力强者则是全部入伍参军。 不仅如此,他还从这支十万人的军队里,精心挑选出其中最为强壮善战者,组成了一支万人的衙兵军队。 这支衙兵军队,可以称之为当时唐朝最为精锐的军事力量,经过数十年的繁衍承袭,这支衙兵军队依旧战斗力十足,并未因时间流逝而累弱。 相反,正因为他们是武将世家,其优良的作战本领得以完好保留和提升,才使得这支衙兵军队越来越强大。 然而,节度使得过度宠溺,导致这些衙兵越来越傲气凌人,甚至爬到了主子头上,田成寺去世后,衙兵无人可控,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。 不久,衙兵随意废除节度使,成了家常便饭,一旦节度使给不了他们想要的利益,这些衙兵就会变异节度使,事实上,唐朝自安史之乱后,由于各地方阵割据严重,根本无法收获完整的全国税收,各地交多少,都是由节度使说了算,这也导致唐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问题,与和硕三阵比。 中央朝廷的税收与他们相差无几,三阵虽小,却富甲天下,所谓有钱才能养兵,朝廷的军队得不到很好的供养,自然战斗力和士气都会逐渐降低,与备受优待的衙兵相比,两者简直云泥之别,其实力对比可见一般,不仅如此,唐朝的翻阵制度也导致中央朝廷可以掌控的兵力并不多。 作为翻阵,往往并不会将自己手中的兵力上交给朝廷,这也致使朝廷实际上能够调动的兵力也不过数万之重,甚至连成德都比不上,更不提卫博,兵力少,士气低,装备差,这些所有缺点加起来。 在面对强壮善战的和硕三镇军力时,自然落于下风,唐朝的衰败,才是无法控制和硕三镇的根本原因。 此时,木空一切的衙兵再次费力了新的节度使罗洪信,朝廷根本无力插手此事,只得承认了罗洪信的合法性。 后来,罗洪信的儿子罗绍威继承爵位,可他实在懦弱无能。 不仅无法有效管理衙兵,还对屡次冒犯他的衙兵产生了憎恶心理。 罗绍威根本不懂军国大事,只会些诗词文章,面对卫博现状毫无头绪,他只想着报复衙兵,打消他们傲慢无礼的气焰,于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 罗绍威知晓自己的实力肯定不敌衙兵,但有一个人可以,他就是刚刚称帝的朱温。 朱温不仅实力雄厚,还是他的亲家公,他早就注意到了朱温的崛起。 为了政治利益,他命自己的儿子娶了朱温女儿,既然有如此靠山,罗绍威自然想要借助亲家公的实力来铲除自己的心头大患。 他立刻写了一封密信给朱温,请求他出兵支援自己,可朱温却不是个热心的主,他提出,出兵可以,但一英大小开支都必须由罗绍威负责。 那时,朱温手下有十万雄兵,人数上是够了,可恰恰是十万之多,令罗绍威不禁开始头疼。 要知道,供养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得多大的花销,这几乎是要罗绍威举亲国之力,虽然艰难,但罗绍威最终还是答应了。 正巧此时,朱温的女儿病逝,朱温趁着自己女儿的葬礼,派了一千精锐前去助阵,不久后,罗绍威又开始攻打苍州。 朱温借口为战争助力,再次率领大军压境,虽然理由很充分,但这些牙兵还是嗅到了某种不祥的味道。 果不其然,朱温到达魏州后,立刻对牙兵展开了攻势,双方经过一场激烈的交战,终于以朱温的完胜结束。 仗虽然打赢了,可罗绍威却发现自己的藩地已然千疮百孔,民不聊生,为了支持朱温作战,他耗光了整个魏伯的财富,光是牛羊就杀了近70万头,贿赂营粮也不止百万。 可以说,魏伯几乎被这场战事洗劫一空,朱温获胜后并没有立即撤军,而是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来继续剿灭牙兵。 直至将所有牙兵铲除殆尽,罗绍威后悔不已,可他如今只是一个光感司令。 又面对扎魏伯境内的一系列民生问题,哪里还有余力对付朱温,最终,他只能对朱温俯首称臣,成为他的部下,任凭调遣,而魏伯也无疑成为了朱温的囊中之物,牙兵也成了过去的历史。 唐朝解决不了的和硕三镇问题,朱温趁着魏伯内部斗争严重,只用半年就一举拿下了最强大的魏伯,继而开启了他平定河北地区的序幕。 朱温早年是贫苦人家出身,依靠皇朝起义发家,经过多年在军中的打拼,他终于混成了中原地区的军阀,他政治军事才能都很突出,虽然身处四战之地,却屡战屡胜,硬是把处处受敌的局势扭转为了四面出击,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割据势力。 他后来更是攻入关中,挟持了唐昭宗,成为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。 罗绍威向他求援时,他正忙于结束关中的战事,大军都在围困凤翔,根本抽不开身去管河北的事,所以朱温只是口头上安慰了罗绍威一番,没有出兵未博。 罗绍威无奈之下,只好继续忍耐,哪知在这几年里,他和衙兵集团的矛盾愈演愈烈,几乎快到了要掀桌子的地步,公元905年,卫博衙兵对罗绍威发动了一场兵变,虽然没有成功,但罗绍威算是吓破了胆,他再也忍受不了了,连忙向朱温写信,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派兵来镇压这伙逆贼,朱温正愁没有理由继续开疆拓土。 眼看罗绍威主动求助,朱温哈哈大笑,当即应允了下来,他借着给女儿伴丧礼的机会,挑选了一千名精锐藏在巨陀之中,并由自己亲自带队进入魏咒,他和罗绍威理应外合,对衙城的一千多名衙兵展开了屠杀,衙兵猝不及防,根本没有还手之力,于是被尽数屠灭,整个衙城也被朱温搜刮一空,此时衙兵的主力被歼灭,其余分散在各地的衙兵虽然都起兵反抗, 但也无济于事,朱温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彻底平定了魏伯阵,而此时,朱温的狼子野心才真正暴露出来。 罗绍威本就没有可以依仗的兵马,现在魏伯衙兵又被剿灭,魏伯阵的一切还不是将由朱温说了算吗? 罗绍威的球员实则是引狼入室,魏伯阵作为藩阵中最强的一支,原本没有那么好功课的, 可是在坚固的城堡也防不住内部的叛徒,如此附属的一块宝地就这样被朱温轻而易举地纳入囊中。 魏伯阵在中晚堂的历史上赫赫有名,却以被背叛,被屠杀的方式草草收场,世事无常。 可见一般,朱温的眼光是正确的,他看到了,牙兵是藩阵拥兵自重的根基。 于是首先拿这个问题开刀,把牙兵消灭,自然就能摧毁藩阵,可是他没有看到的是, 藩阵与牙兵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,它是一个柔和了经济、政治、思想观念等多个因素的疑难杂政, 想要探明藩阵问题,就要追溯到南北朝的军田制,当初北周首创军田制与府兵制,将兵农合一,所以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, 这一整套制度一直沿用到了唐朝中期。 由于人口的繁衍,土地都被分配的所剩无几了,军田制也就难以维持下去了, 而依附于军田制的府兵制自然也就要被淘汰,没有得到土地的农民无法生存, 只好去兵营里当差,于是府兵制就逐渐改变成木兵制,而木兵制使得职业军人这一群体形成, 于是就有了牙兵和藩阵形成的土壤,所以想要解决藩阵,如果只是像朱温一样, 但用武力解决,虽然能取得意识效果,但根源没有得到清楚,问题还会重新产生, 事实上,在朱温死后,魏伯阵又卷土重来。 给后梁的继任者造成了很大麻烦,李存旭就是靠着魏伯的叛军灭了梁国, 但之后,他自己也死在了平定魏伯的路上,不只是魏伯阵,其他藩阵也时常谋反, 五代十国之所以政权更迭如此频繁,就和五人交横,蔑视天子有很大关系, 因此解决藩阵问题,就需要多管齐下,除了掌握武力之外,还应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, 但想要隔除百年击毙,谈何容易? 晚唐,五代有无数颇有见识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做出尝试, 无一例外都失败了,有些还落得一个死于非命的结局。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经验总结,直到宋朝时才由赵匡印君臣解决了藩阵对国家的危害, 虽然朱温灭魏伯的方式有着时代局限性,并没有根除藩阵,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功绩,朱温在这场削藩战争中取得的战果是镇骨朔金的, 他的实践也给后人提供了经验与教训。